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线上朋友大家好 我是齐音 12月是国际人权月 人权是普世价值 首先呢 我要介绍太极门 他是一个古老气功武术修行门派 也是心灵修行团体 这些年在国际间已经走访了101个国家 300多个城市将爱与和平的信息 传递到世界各个角落 然而呢 在台湾却受到政府公权力的零池 长达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因此太极门海内外弟子发表共同声明 爱与良心守顾真理 公理正义捍卫人权 这是一个发生在台湾跨世纪的人权迫害案件 专家学者称之为台湾法岁228 太极门地址 已经第十一个年头 战上凯道 2021年12月19日 来自全球上万民众 战上凯道 挺全民税行 抢救人权 PLUS 税改倡议 并以五个拒绝大游行为主诉求 我们一起来了解当天倡议活动的状况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都黑暗的时候 你看到曙光出现了 永远不要忘记希望 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们是有价值跟信仰 我们是有信心 希望 爱心 我最后我们是在期望 公立史班国高举 把别人 eliminate 老师 十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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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絕龍蝦陣伯 拒絕龍蝦陣伯 拒絕違法遂丹 拒絕違法遂丹 拒絕協商繳稅 拒絕違法税務獎勵金 拒絕違法税務獎勵金 拒絕黑心執行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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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在這邊辦公的每一位政府官員 你們能夠不要霧上你們的耳朵 能夠打開你們的眼睛 這些狀況在我們心裡已經25年了 請你們睜開眼睛看看我們這些人 我們都是同一個國家出來的台灣人民 我們都是良善的民眾 我們要的沒有很多 我們要的只是一個正義跟功力 我們希望我們的下一代 真的能夠很自豪地說我來自台灣 看完這段影片 我們相信公益是幫國高舉 更希望小英政府能夠傾聽人民的聲音 資金誠懇地呼喚及多位人民的需求與吶喊 太極門弟子要的只是公平與正義 大家好 我是太極門弟子資君 今天想跟大家談談 太極門遭受人權迫害的25年 太極門冤案被監察院列入台灣重大人權保障指標性案件 被法税專家學者譽為法税228事件 近年來更引發國際人權專家的關注與研究討論 證實這是被政治整肅迫害信仰自由的矚目案件 太極門冤案有太多的真相被掩蓋 其中之一 太極門是屬於古傳的師徒門派 師徒絕對不是師生關係 弟子奉獻給師父的禁師禮是贈與性質 這個事實真相 經過最高法院司法三審 十年三個月的嚴謹調查 確定太極門掌門人無罪 無欠稅 無違反税捐基增法 而此案始作俑者的事實是 侯寬人檢察官的違法濫權起訴 捏造不實金額 利用國稅局官員史月生做違證 謊稱太極門是補習班 這個真相 經監察院調查 侯寬人檢察官偵辦太極門案 確實有嚴重侵害被告的權益等八項重大違法 史月生的自白影片在他死後公開 親口證實太極門冤案由侯寬人檢察官 質疑要他就這樣辦 走過太極門冤案25年 我才真正發現 台灣在賦稅人權與制度方面 有相當嚴重的弊端 另外 財稅方面的官僚惡習 在抄征與稅務獎勵金掛鉤之下 稅災實有聽聞 救濟制度失靈 甚至還有多少缴一點的協商機制 而稅務相關的行政訴訟 人民勝訴率僅有6% 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的法税惡劑啊 想起海伦凱勒曾經說過 世界大部分不幸也許都有補救方法 但其中最不幸的卻無藥可救 那就是人類的冷漠 在我了解台灣種種法稅亂象後 我決心加入法稅改革行列 利用假日和家人朋友投入街頭的宣導 法稅真改革 良心救台灣 真心祈求台灣賦稅有人權 人人安居樂業 謝謝大家 為獎金救冤案 護人權撤銷為法稅單 公結冤案保障人權 護稅有人權 你我才平安 法稅真改革 讓我們賣向更好的台灣 法稅改革讓我們賣向更好的台灣 法稅真改革 救冤案 護人權 稅務獎勵金換二資源 請立即匯除 台灣加油 匯除稅務獎勵金 保住你我荷包 依法繳稅是人權 拒絕假稅單協商 護稅有人權 你我才平安 拒絕公權利 迫害人權 拒絕違法稅單 官員有良心 人民就安心 法稅改革大家一起來 關心稅制 保護自身權利 以民為本 以法違規 嚴懲違法官員 別讓你的納稅錢成為違法的獎金 官員有良心 人民才會安心 覆稅有人權 安居樂業好家園 我愛台灣台灣 要好好保護我 愛牛住民 健全 滑稅制度 用良心 守護人權 這場全民稅行的倡議活動 現場及線上直播 超過15萬人次的觀賞 共有來自14個國家的海外代表參與 許多專家學者及民代 都來共襄盛舉 表達聲援 接著我們來聽聽兩位服務於金農業的精英 Vincent和Cony 他們的練功心得與感受 線上朋友大家好 我是Vincent 從事金農業工作 民國97年由於老婆及岳母的推薦下 有機會認識太極門並了解氣功 除了強身健體 更重要的是修身養性 因此我很開心地加入神器家族拜師練功 在太極門練功至今已經13年了 跟著師父學習陰陽智慧 帶人處事的人生哲學 受益良多 尤其又有許多師兄師姐的交流分享 讓我擁有積極正量的能量 並將這個智慧運用在我的家庭 工作及朋友之間 因此有了良性的循環與回饋 我的父母及身邊的親友同學 也感受到我明顯的改變 因此也陸續地跟著我來到太極門練功 在這麼一個充滿愛與和平的修行團體 卻在85年12月19日 遭受政府及宗教少黑之名的行政破壞之時 製造了太極門冤錯假案 侯寬人監察官濫權違法 除了荒謬地用眼神辦案 並將養小鬼的這種怪力亂神不科學的理由 寫在起訴書上 真是一笑國際 他支手這天的主導太極門冤錯假案 並聯合稅務員史月生的作為證 而史月生重病癌末之時 良心發現 終於向記者吐露聲響 事隔25年後 在凱達格蘭大道的稅改活動上 真相終於被公主於世 但是已經傷害這上萬名的太極門的家庭 而國稅局聯合行政執行署 仍然持續地欺騙國家 欺騙社會 欺騙一府無怨 在96年的7月13日 最高法院判決書已經確定 太極門無罪無欠稅 然而行政執行署卻在109年的8月21日 依然違法強行拍賣太極門的修行於領地 並收歸國有 這種強占民產的官員 不能苦民所苦 還觀觀相悟 真是天理何在 每當假日會帶著家人與孩子 一起用行動力來做好事 也參加稅改聯盟的志工團體的揭宣活動 在街頭取牌 發傳單 希望為台灣的稅務改革 盡一份綿薄之力 更重要的也是培養孩子們 勇敢不畏懼任何困難的精神 堅持做對的事 再次呼籲政府官員良心覺醒 小英總統要傾聽人民聲音 費獎金 救援案 護人權 真能落實到轉型正義 謝謝 線上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Cony 從事金龍業 民國一百年認識當時正在推廣 愛與和平 人權教育的義工 他榮光煥發 精神飽滿 樂心善良 充滿正義感 我深受吸引 在他的引荐下 有機會認識太極門 在進入太極門之前 自己個性急 沒耐性 工作繁忙下 常情緒不佳 失眠導致身心疲累 家庭關係緊張 入門後 師父傳授人生哲學智慧 教弟子練氣養生 練氣練心 跟師父學習新的功夫 當時並不了解是什麼意思 但就是每週固定到道館練功 聽師兄傑分享人生故事 因為每個人都有辛苦的過往 師兄傑運用從師父身上 學習到的智慧突破關卡 為自己創造嶄新的人生 我也從那些的分享中慢慢了解 新的作用 配合練氣功的西圖 現在身心靈能處於平衡的狀態 家庭也更和諧快樂 內心充滿無限的喜悅與感恩 然而這麼一個推廣愛與和平 幫助世人身心靈健康的良善修行團體 竟被政治迫害 在民國85年 政府以宗教掃黑之名 蓄意製造出太極門冤錯假案 活寬人檢察官及國稅局 違反正義及程序正當性 在起訴書中 將弟子贈於師父的禁師禮 捏造不實的金額 一面屋子是詐欺所得 請求法院依法沒收 一面屋子為補習班學費及營業收入 移送國稅局 違法濫權科稅 雖然最高法院早在民國96年7月13日 三審判決太極門無罪無稅確定 無詐欺 無毫漏稅 無違反稅捐基增法 並認定 弟子贈於掌門人之禁師禮 屬於贈與性質 依所得稅法第四條 第十七款屬免稅所得 但國稅局無視最高法院之判決 再度依據不實起訴書 違法強增科稅 行政執行署更在109年8月21日 違法強行拍賣太極門修行預定地 將其沒收為國有 逼迫人民重複輪回於行政救濟的無底深淵 太極門冤錯假案 已糾結人民25年尚未解決 許多學者專家都看不下去 紛紛出來聲援 學者更稱太極門案為法稅2284件 是以國家暴力侵犯人權的指標案例 台灣號稱民主法治國家 蔡總統上任時曾說過要推動轉型正義 呼籲政府真正落實轉型正義之承諾 因盡速終結冤案 還給人民公平正義 落實維護人權 還給人民公道與清白 非常謝謝 溫森和康尼的心情故事 溫森因為練功將陰陽智慧 應用在家庭事業上而得心應手 康尼是個職業婦女 在蠟燭兩頭燒的情況下身心俱疲 因為練功而早回了健康快樂 他們呼籲政府要重視人權 平凡假案 太極門案件在國際間也引起了關注 我們接著來觀賞 國際知名人權雜誌 寒冬雜誌的總編輯 Dr. Masimo 在華盛頓DC的記者會中 說明他對太極門案件的看法 是因為第一種人的權利是 自由的藝術或信心 而這件事開始在1996年 當中有一個大延遭遇到 自由的藝術或信心 在台湾的時代中的統一 所發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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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在這個日子 還會保留的自由藝術或信心 而保留的自由藝術或信心 如說 如文貝爾說 也保留的自由藝術 因為它是一件事的 自由藝術 因為它是個案 所以,它是一件很嚴重的問題, 甚至在美國的法律中,在一個月的法律中, 他們評論台灣在多數 accounts, 但他們認為台灣是一個問題 的瀏覽性,它應該是解決的, 而在台 pastors的台阶面所及到体制人物的社会,中间的人物是随着的罪状联系。 这是一个民主的行为?是一个民主的行为? 但是它不是一个获得的一个问题, mas是一个一个很 práctica的问题 因为,如果它有一个民主的行为, 这就必须解决不合选择了台湾的法律。 为什么会来到WASHINGTON D.C.和谈谈这个案子呢? 答案是因为它不是主要的, 当然它不是主要的则, 它是一个则的人材, 它是一个设计的设计, 它是一个正义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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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正义的理由。 看完这段影片, 相信太积门案件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 更是被恶意栽赃的假案, 少数的违法官员不仅仅伤害了上万个太极门家庭, 更是严重损害台湾民族的声誉。 接着, 我们来听听佑云及Andra的诉求。 圣上的朋友大家好, 记得从小家人就带我到太极门, 妈妈常跟我讲说, 就是与其留万贯家财, 不如留给子女一个智慧宝, 一生取之不幸, 用尽不竭, 现在我已经结婚生子了, 回想起来真的要感谢师父的尊尊教诲, 及妈妈爱我的心, 让我在太极门中学到智慧, 用在工作及照顾家庭上, 人际关系也越来越好, 秉持师父的理念, 爱与良心教育我的小孩, 让我体会到有好的文化才会有好的教育, 有好的教育才会有好的经济, 然而在这么优质优良的一个团体, 竟被公权力的检察官及岁官持续的迫害, 让我们师父及太极门弟子受尽了冤屈长达25年, 至今还尚未平反, 国家不公的税制, 让我很忧心这个世代的青年, 还会有美好的未来吗? 最高法院在96年的7月13日, 三省派决太极门, 无罪确定是无诈欺, 无欠税, 以及无违反税征及证法, 并认定呢, 我们的那个禁师礼的部分, 为赠与属于免税的所得, 刑案呢, 经过呢严谨详细的审理, 发现起诉书呢, 资料均属不实, 不予采用, 最高法院的判决如同圣旨, 但国税局却说, 法院判的不算数, 国家法律上至总统下至百姓, 都必须要遵守, 难道国税局有比法院最高法院大吗? 这不是公然僭越了司法权及武权分立吗? 国税局依据违法不实起诉书所发出来的税单, 当然也是假的, 最后联手行政执行署违法拍卖太极门修行的御用地, 违法拍卖不成, 竟然收为归国有, 号称民主法治的国家的台湾, 将是使用暴力, 抢夺民产铁证如山,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在这边呢, 我呼吁政府应该尊重保护优质的文化, 并维护宗教信仰的自由, 严惩违法的官员, 平反太极门的一个假案, 让台湾的青年世代与孩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谢谢。 大家好,我是Andrew, 是一个工程师, 从小在太极门长大, 我们全家都在太极门练功, 在我有记忆以来, 这里就已经融入我的生活之中, 在太极门里不只是练气功, 强身健体, 更帮助我面对生活中的许多问题。 因为师兄姐来自各个年龄层, 以及各行各业, 我有很多机会向年长的师兄姐, 请教与学习她们的人生经验。 她们分享的人生智慧, 提供了我很多帮助。 太极门中也有很多像我一样, 从小练功的师兄姐, 让我多了许多时间, 和同龄的师兄姐相处。 这些经验, 对我之后在学校或职场的生活中, 都有很大的注意。 更重要的是, 跟师父学习到的智慧, 都是人生中重要的保障。 身为检察官, 因为自己的无知跟偏见, 利用公权力去诬陷别人, 伤害他人, 是非常可恶的行为。 生长在台湾这个自由民主, 且多元包容的国家, 可能无法想象, 这种荒唐的人权迫害案件。 但是,在25年前的冬天, 却真实的发生了。 1996年12月19日, 侯宽仁检察官, 不只制造假证据, 污指太极门师父榨财及逃漏税。 侯宽仁检察官, 联手国税局打压太极门, 依据违法不实的起诉书, 开出税单, 已经违反宪法, 及国际两公约所保障的平等原则, 与不可歧视原则。 经过刑事法院十年三个月, 严经缜密的审理。 终于在2007年7月13日, 最高法院判决确定太极门无罪, 无欠税。 2010年6月17日, 立法院公听会上, 当时的财政部次长张胜和, 代表财政部公开承诺, 在两个月内解决太极门冤税案件, 却违背承诺未解决。 2020年8月21日, 行政执行署竟违法拍卖太极门修行预定地, 连太极门案的刑事法院一审赵子隆法官, 也表示行政执行署不应该违法执行拍卖。 多年来, 我的师傅洪博士, 教导弟子不屈服于非法的妥协, 坚持公理与正义, 为人权而奋斗, 在此呼吁政府, 禁述依据行政程序法第117条, 撤销违法税单, 并归还太极门被拍卖, 违法拍卖的土地, 弱实台湾真正的赴税人权, 还太极门师徒一个应有的公道与清白。 谢谢大家。 谢谢又云及Andra的分享, 他们从小在太极门这个大家庭中长大, 跟着爸爸妈妈来练功, 学习人生智慧与正向思维, 这些都是帮助他们比同才更稳重成熟, 他们呼吁政府, 落实真正的赴税人权, 还给太极门一个清白。 接着, 我们有来自EVA及一群法税改革联盟的志工, 他们不怕日晒雨淋, 勇敢葬上街头的影片。 大家好, 我是太极门弟子EVA, 太极门案是遭受人权迫害的冤案, 被监察院列入台湾重大人权保障指标性案件, 被法税专家学者誉为法税228事件, 更引发国际人权专家的关注, 研究与讨论, 证实这是被政治整数迫害信仰自由的注目案件。 这个事实的真相, 在案件经历司法十年三个月的严谨审理, 早在96年7月13日, 最高法院三审判决确定太极门, 无罪、无欠税、无违法税捐积政法。 然, 国税局却不依法行政撤销税单, 视施法判决为无误, 行政权凌驾司法权之上, 持续违法开单课税, 强行拍卖人民财产, 并将其拍卖所得, 没入国库, 借此分奖金。 民主是以民为主, 不应该是政府欺瞒人民真相, 侵占人民财产, 迫害人权的作为。 应该是直免不良法治及不公正体制, 勇于改革的真诚。 呼吁全民一起守护台湾, 支持法税正义与改革。 谢谢。 用爱与良心守护真理, 公以正义, 换卫台湾。 借人权益, 强求人权。 一四关九四牛, 当关的人一定要有良心。 要看完, 大家要有良心, 这些小孩才能平安快乐。 最增改的人民财产, 恶意操生, 破国殃民, 顺势永恿, 顺势永恿, 人权益财产。 新城违法官员, 关心税制, 保护自身权利。 看完了, 有良心, 人民才的幸好。 社交违法税单, 奖金不贵, 人权盗贵。 用爱与良心保护, 外国泽水之虫, 公 Abgeordżfī двSheu nkesє qqqq. 新城违法官员, 加油! 全民账写来, 妇税良心全人挨赶, 互税贲浪恤 is child內, 全民账写来。 救援案 護人權 讓我們一起來守護自己的 租稅人權 法稅改革 讓我們邁向更好的台灣 撤銷冤錯假案違法稅單 維護納稅人合法權 人人要小心 法稅改革 台灣起飛 廢除沒有法源依據的 稅務獎勵金 廢除沒有法源依據的 解釋函利 落實賦稅人權 從平反冤案開始 太極門文化 人權思想與信仰自由 在台灣長期遭受到公權力的迫害 真的是一步斑斑雪淚史 在此 我們同聲呼籲政府 嚴懲違法官員 我們要求政府 立即落實轉型正義 歸還太極門修行聖地 我們堅持到底 直到公理與正義彰顯 讓台灣成為真正民主 法治 自由與人權的燈塔 最後 我們以一首 No Way 獻給一路 捍衛法稅 公理正義的你們 謝謝大家 我藍的房子裡 藏著什麼秘密 真相的時光集 誰在欺騙你 變得了的鋼琴 滴著水的屋頂 一小時的光影 誰能倒回你去 彭子說此不宜 怪力亂生 喉簡說得你們卻信 沒調查 帶槍上的抓人 入獄無罪卻沒人聽 沒做我的事 對你說的會聲會影 良心在哪裡 人民在空海之中哭泣 但你全都當成是放屁 我碎是你的兵器 其實法院說沒問題 你依然吃之以鼻 置之不理 自己為是皇帝 討欠人命 逼到絕境 誰能真正伸張正義 螞蟻拼命 永不放棄 一顆炙熱擔心 犯錯不停 受到輪迴 早已失效著行政救濟 緩債覆平 逐漸淪為一場 永遠 沒止盡的悲劇 不顧程序 圍奏文書 當外名產 曾經説任不離別 再再說不改 明文不靈 為了獎金王辱命 操縱美女皆 太安全 太長法無公無名 我們還能走去哪裡 我們還要堅持真理 要我放棄心中正義 No way No way 我們還能走去哪裡 我們還要堅持到底 要我放棄心中正義 No way No way 我碎是你的兵器 其實法院說 說沒問題 你依然失之以鼻 置之不理 自以為是皇帝 討欠人命 逼到絕境 誰能真正伸張正義 螞蟻拼命 永不放棄 一顆炙熱擔心 犯錯不停 塞在輪迴 早已失效著行政救濟 滿載覆平 逐漸淪為一場 永遠沒止盡的悲劇 不顧程序 圍奏文書 當外名產 曾經説任不離別 再說不改 明文不靈 為了獎金王辱命 操縱媒體 太安全 人來的正義其實根本不正義 我們還能走去哪裡 我們還要堅持真理 要我放棄心中正義 No way No way 我們還能走去哪裡 我們還要堅持到底 要我放棄心中正義 No way No way 不管未來路上充滿多少的困境 自始至終我們都不曾放棄 捍衛真理守護家園 我不曾忘記 勇敢堅持到底是我的宿命 要我放棄心中堅持的正義 No w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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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